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 Excel来进行的是分析回归 我们这个资料啊,越来越多了 有的时候甚至是复回归的变数的话变多的时候 我们用手算或者是用计算机来按 本身来说非常的不适合缺乏效率 所以我们最常用的话来说 尤其是初学者,我们建议各位同学使用大家都有的Excel 那么常常用的像是在社会科学用的IBM的SPSS 这些同学不一定手上会有这个软体 那Excel的话来说,虽然说没有像SPSS的话 可以有很多的其他的功能 在回归的部分来说的话,还可以帮我们挑 但是基本上来说,初学者对于线性回归来说的话 足足有余 所以我们用Excel来给各位同学做一些操作的一些练习 这个例题是我们在前面 我们曾经介绍过的,用手算算出来的例题 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这个叫做ANOVA表 我们利用了ANOVA表之后,我们做了检定 但是各位同学,千万不要把这个问题当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一般来说,这个Y-Y bar的平方 这个总和,他们是不会告诉我们的 这个部分来说,这是我们的误差的部分 他也不会先跟我们说 他只会给我们什么资料 这一批资料 连总和都不会跟我们讲 他会告诉我们这个资料 至于说,这个回归方程是这个A 这个B 也要我们自己算 那么ANOVA表也要我们自己算 所以基本上来说 是计算的这个负荷是非常的高的 那么我们只要了有了Excel之后 开启了Excel 这一批资料贴到Excel上面去 其实很快的 所有的都可以解决 所以等一下我们开启Excel 给各位同学看一看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开启Excel 然后在任何的一个点上面 我们把它刚刚的那些资料贴上去 这是我们记录车铃跟试驾的一个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么记得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这个title一定要留着 好,现在我们准备要进行的是回归分析跟回归分析的检验 现在我要看这个地方在工具列上面并没有任何的资料 所以我们在这个空白的部分 空白的部分不是点公式 也不是点资料 我们空白部分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叫做自定功能区 我们出来了以后 做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开启增议集 点选了增议集之后 因为我们统计的那个功能啊 都在分析工具箱里面 所以我们点选分析工具箱 然后进行的下一步 就是点执行 执行了完毕之后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规划分析求解 我们把它加下去 没关系 这个留着 不留不留都无所谓了啊 那我们现在不用了 我们就用的是分析工具箱 按了确定 按完了确定之后 我们现在再看资料 各位同学看到资料以后 这边就有一个资料分析了 那各位同学点下去 点了以后 我们寻找什么呢 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有很多的资料 我们挑选的是 回归 然后按确定 现在回归 他要问我们两件事 输入Y的范围 我们点一下 Y的范围在哪里呢 在这里 好点完了之后 再按X的范围 X范围这里 连这里都一起拉进去啊 连他的title一起拉进去 因为你如果不拉title的话呢 他会把第一个资料当做title 所以我们的资料会少一笔 那同学的话要注意 那这边我们标记写下来好了 残插图没关系 那我们看看样本回归线图 我们也让他显现一下 好我们按确定 哦资料就全部都出来了 各位同学看 这边的资料 这是什么呢 R平方 这就是我们的R square 0.929699 再过来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后面才会解释 什么叫做调整后的R平方 这个的话呢 是跟我们的变数有关系 变数越多 它会越下降 这是做一个调整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叫做Anova的表 Anova的话呢 总和这边有自由度是6 因为我们总共有7笔资料 总和是6 没有问题 那这边的话 这是SSR 这边是SS1 这边是SST 均方 这一样 F值 这个地方F值的话呢 是我们 这是直接用Anova表 算出来的F值 它已经远远的高出了 我们所谓的F的临界值 所以这个显著性的话呢 已经达到了几乎到了0的程度 意思是什么呢 这叫做P值 它已经结论显著 结论显著的意思 就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模型 是不是具有它的一个解释能力呢 有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结局跟车铃X 这个地方来说 系数的部分 系数这个地方就是A 这里是B A B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Y等于59.85 减掉7.464X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输出的图 那我们把它拉大一点 让同学看 这是我们这个输出的图 那么或许我这个地方按了右键之后 我加上了趋势线 那各位同学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 这是我们的回归的线 那这是我们的点 那我们的话呢 也可以在上面 趋势线的格式这边的话 我们这边可以有一个更多的资料 就是说设定好 在图表上显示公式 在R2也弄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公式 R平方等于1的话呢 原因是因为 这边是到了0.92多了 这边我是因为是设定的是格式的问题 所以他这边的话就四舍五入 就变成了几乎都百分之百了 很高很高的 这就是我们利用Excel做出来的这个分析 以及直接算出我们的回归的系数 那至于标准物 我们也跟各位同学看一下 标准物 T的统计 这些是T的一个叫做信赖区间 95%的信赖区间 这部分的话来说的话呢 我们后面都会再介绍 同学在开启Excel之后 准备要进行的是 回归分析的一些功能展开来 那么我们从哪里呢 从资料这边点下去看一下 资料这边 这边没有任何的反应 代表的是我们的资料的分析工具箱 并没有启动 所以我们建议各位同学怎么做呢 我们把滑鼠放在上面的空间这个地方 不要放在上面啊 然后按着右键 按着右键 这边同学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自定功能区 点下去之后 有一个好大的一个表出来了 那各位同学请你找到一个叫做增议级的位置 增议级 然后呢 再往里面找 分析工序箱 进去之后 记得按执行 执行之后 这边有一个分析工具箱 分析工具箱 VBA 那还有规划求解 那么这是欧元货币工具 我们点第一个 我们统计学里面的话 都在第一个里面 那这个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是 信息规划 好 点了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 检视一下资料 这边就会多了一个叫做 资料分析 那么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进行的是 把资料汇进来了 我们点选了刚刚的资料 然后开启了Excel之后 我们随便就开一个点一下 然后将刚刚的那些资料贴上 一个叫XI 一个是YI 那上面贴的不漂亮 没有关系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各有无比资料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怎么做呢 先找寻的是资料 这边的话 有资料分析了 那表示已经开启了 这个分析工具箱了 那我们点下去 这个地方我们要挑的是 回归 确定之后 输入Y的范围 哪一个是Y呢 Y是在这边的话 我们连这个title 别忘了 一起都要输进去 不然的话呢 他会把第一笔资料 当作title用了 X的范围 X是在哪里呢 是这里 A1到A6 好 我们确定之后 然后一样的 我们就确定 这个是 我们的R2 是不是一口气出来了 我们的标准物 也出来了 观察值有几个 无比资料 那么 SST在这边 自由度是 5减1就是4 那这边的话呢 是因为是两个变数 一个是A一个是B 所以是5减2 那就变3 那自由度的话 只有1 没有问题 那这个地方 我们全部都有了 包含的是什么呢 R2也有了 Anova表也有了 这个系数呢 系数也有 这个系数 这是结局 这是X的 是我们的A 加上BX的B 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点一下 然后加上趋势线 这边加上趋势线 其实要画得漂亮一点 也可以 我们可以向右正推 比如说 向右的话 我们正推 两个单位 然后 这个地方倒推 我们也增加个 两个单位 看看怎么样 看起来长一点 再过来的话呢 我们也希望说 在上面有能够显示公式 也能够看到R2 那么这些就是我们的 回归线的图 那这个地方 他也把我们的残差的值 全部画出来了 第一个值 第二个值 第三个值 第四个值 第五个值 它之间的一个差距 那同学看到这边 这边画的 我把它拉大一点 同学就可以看得到 这些是它的误差 误差非常的小 那这个是我们的预测的值 估计的话呢 会在橘子色的上面 但是它实质的值 是在这里 那非常的准 再来看一看 第五个点 第五个点的话呢 几乎都完全命中 就在上面 差距非常的近 那这个地方来说 也有这个拮据 跟这个B的这个系数的 它的标准物 还有它的T的统计 所有的资料 也几乎都做到了 那跟各位同学看到 我们上次算出来的结果 其实是一样的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了 Excel的部分 那要注意的事项 就是在Excel操作 回归分析的时候 我们先选资料 再来是资料分析 再来进行回归 有一个小小的注意的一些事项 就是在做这个回归的 这个过程之中 这个Title一定要选 就算同学上面不想写Title 那你也要多抓一个项目进去 否则的话 他会把最顶上的那一个资料 当做Title来做 所以的话呢 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那么如果同学 在点选资料的时候 找不到资料分析的话 那么我们还要进入哪里呢 进入增议集里面 把这个分析工序箱叫出来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有交给各位同学